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下红黄蓝幼儿园案件的进展 上次咱们聊这个话题是11月23号 也就是刚好一个星期以前 也是这个事情刚刚热起来的时候 经过了一个星期,信息已经有了足够充分的沉淀 网民挖掘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许多有知识有专长的网友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分析 当然北京警方也陆续给出了所谓案情通报 今天这个事在政府那个角度 它已经做出了定性的处理 就算还没有完全收尾 也算是八九不离十 跑不出去那个框框了 所以今天咱们这里可以尝试做一个总结 一个星期以前我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 强调的是第一时间的第一原则 就是反对删帖,反对压制消息的流通 那一天对于家长指控这个内容本身的确凿程度 我没有直接下判断 所以有网友在留言里面提问 就是说你是不是太理中刻了 就是理中刻就是理性中立客观的简称 是不是显得太理智有点冷漠了呢 其实还不是 就是在这个事情的第一时间 一般来讲就是大众所关注的这种社会焦点事件 第一时间我最关注的 是大众对这个事情讨论的自由度能有多大 只要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以及这个宽松的环境 只要能维持稍稍长一点的时间 网民当中就会有大量的人 他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便利条件 他就会去提供线索 他就会去验证各种各样的说法 他就会去追查相关的机构和个人的背景 会去发掘出这个事件方方面面 咱们可能忽略的内容 以及有人就会充当志愿者 甚至亲力亲为去现场调查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他避免不了会产生一些错误的传闻 但是只要时间稍稍有一点充分吧 他一定会沉淀出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每当有这种让大众很糟心的社会焦点事件出现 其实他也是锤炼公民社会培养公民理性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种事情第一时间我最反对的就是删帖 是反对严控舆论 反对扼杀培养公民社会这样的机会 虽然我知道政府一定会这么做 但是这回涉及到幼儿被伤害这条人伦底线 哪怕你是在党的宣传部门工作 你是负责删帖的 哪怕你是警察 你是政府工作人员 你是负责抓人的 可是你家也有孩子 你家没有孩子 你亲朋好友 你兄弟姐妹家也有孩子 他也要入托上学 那请问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你能不能把枪口稍微抬高一寸 在执行上级的封网抓人的命令之前 能够先慢半拍呢 能够给互联网舆论多一点时间和空间呢 不过很遗憾的 看来这个事情还是没有发生 那咱们先说一下11月28号 北京朝阳区警方给出的案情通报吧 这个案情通报呢 总结起来就是一个中心和两个重点 中心思想就是红荒兰幼儿园案 只涉及工作人员虐待和体罚儿童 除此之外 不牵扯别的问题 没有所谓的性侵和猥亵 也没有传说中的老虎团 卷入其中 这是他的中心思想 两大要点呢 一个是硬盘损坏 第二个是家长造谣 硬盘损坏是指幼儿园存储监控录像的 那个硬盘损坏了 没有办法恢复出全部的录像内容 只恢复出大约113小时的录像 从中没有发现儿童被性侵的情况 家长造谣是指传闻中 孩子在幼儿园被喂食不明药片 按照警方的说法 其实是家长在家里给孩子喂药片 并用这种询问式的诱导式的提问 让孩子说是幼儿园老师这么做的 再拍下来传到网上 另一个所谓家长造谣 就是爷爷医生 叔叔医生拖的光溜溜 给孩子检查身体 这个说法 是另一个姓赵的家长造的谣 再有就是警方接受报案以后 给孩子检查身体 没有发现有注射药物 或者服用药物的痕迹 总之一切能和性侵猥亵发生联想的指控和线索 警方通通都加以否认 这就是一起纯纯的 某些幼儿园工作人员失得败坏的事件 是他们在虐待和体罚儿童 不牵扯别的人 这个事情性质再恶劣再严重 也不会超过这个月月初的上海携程亲子幼儿园事件 这就是警方的态度 那我们怎么评价警方这个通报内容呢 首先当然是权力之下无真相了 在这种环境下去探讨真相 总是一个比较奢侈的事情 政府控制了一切涉案当事人员和物证 那其他人呢就没有办法推出人证或者物证来反驳它嘛 别人就只能从长情长礼出发提出质疑 那这两天在网上确实有很多人已经在总结疑点了 有一位前华为网络工程师给出了非常专业的分析 就说警方说硬盘损坏 是由于管理员呢 嫌这个机房噪音大 反复断电造成损坏的 这个理由呢 他觉得是非常不合理 那么他提出了很多分析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去搜一下 这里呢 我主要是总结一下我自己的两点看法 首先呢 咱们明确一下啊 就是硬盘损坏这个理由之所以出现 它是为了解释监控录像有残缺这个事实 这个因果关系我们先明确 它不会有意义 对吧 比如说从11月1号到11月5号 这几天一共应该有120小时的监控录像内容 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多 你去查的时候发现只有113个小时 少了7个小时 那就需要有个理由 为什么缺了呢 现在警方告诉你 是这个硬盘损坏了 我们修复以后就少了7个小时 所以你能看到的就是113小时的录像 它是这个因果关系 我是打一个比方说明这个意思 不是说原始录像真的就是120个小时 他在告诉你 你在这113小时录像当中没有发现性侵的内容 于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漏掉的是被剪掉了 还是真的硬盘损坏造成的呢 现在警察反正他就红眉愣眼告诉你说 那就是硬盘损坏了 不是我们剪掉的 不管损失掉多少内容 这个跟我们无关 可是你要再问 这个为啥硬盘它早不坏晚不坏 一到处事需要掉阅的时候 它就坏了呢 而且是出了影响这么大的事 你说中六合彩也没这么巧的吧 那警方告诉你说 那反正我不管 他就这么蹊跷 就这么巧合 你就碰上了一个比中六合彩还难碰上的事 反正信不信有你 于是呢就有网民编了段子 说你要相信政府啊 你就得相信硬盘性党 党性极强 重伤不下火线 坚持在监控第一线 在需要时表现出一个党员应该有的高度自觉性 做到不该录的内容绝对不录 并且随时准备牺牲数据 维护社会稳定 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硬盘 对资本主义硬盘的优越性 所以这两天呢 网上是有这个硬盘入党的段子啊 就是说应该给这个硬盘 发一个荣誉党员的头衔 他的党性比申纪兰还要强 反正咱们这呢不下结论 大家从长情长理出发去分析这个事情 中国一出什么事啊 你觉得是很难碰到的 怎么都不该这么凑巧吧 反正他就告诉你 这是百年一遇 千年一遇 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逻辑呢 当所有的事情都被政府说成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时候 那我觉得只能说明这个政府是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 对吧 再有一个要点 我自己想强调的 就是朝阳警方的通报 说老虎团军队的成员 集体猥亵儿童 这个事儿造谣 23号那天 大家注意啊 11月23号上个星期四 就把造谣的那个人给行政拘留了 可是大家仔细想一想 这时间上对不上号啊 家长们是22号下午去朝阳区管庄派出所报案的 23号就抓了造谣的人 一天时间都不到 而警方的通报里面根本就没有说他与部队联系过会同调查这样的话 通报中并没有说是经过调查确认是谣言这种话 你说派出所接到报案 发现有这样的指控和驻军有联系 赶快和部队联系 那部队那边配合调查 他不管是内查还是外查 他也得有个报批程序吧 然后询问官兵做笔录等等 干这些事情 这个过程下来怎么也得有几天吧 结果你派出所不到24小时你就确认是谣言了 你就抓造谣者了 请问你是不是太神速了一点呢 那请问你到底是不是有过调查呢 也许有人又会说了啊 我们政府就是这么高效率 一听说性侵儿童老虎团的全体官兵和朝阳区公安分局的全体干警怒法冲关 不吃不喝不上厕所 加班加点工作 终于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查明了绝无此事 纯属造谣 公安干警 基于事实 基于还我解放军清白的高度责任感 在第一时间处置了造谣分子 那这种说法你要信也行啊 我只是从长情长理出发 从家长报案到抓造谣者24小时都不到 最大概率的可能性就是你警察根本就没有调查 直接就当谣言处理了 对朝阳警方的通报 我上面就主要提这两点看法 当然还有很多别的质疑 其他人提出的质疑呢 我这里就不总结了 因为就太多内容了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 比如说李承鹏就说 这个孩子家长为啥不惜败坏女儿的名节 编造女儿被性侵的谎言去诬陷幼儿园呢 这个动机是啥呢 这些都是很合理的质疑啊 如果真的是家长在造谣 那我觉得不是孩子吃了药 是家长吃了药 而且是吃错了药 这明显脑子出问题了嘛 你和幼儿园有啥深仇大恨呢 你不惜给自己的孩子 这么幼小的孩子带来伤害 也要去怼幼儿园 而且不止一个家长吃错了药 有一群家长都吃错了药 因为不是说被脱光衣服检查身体的 有几个孩子吗 还有家长说发现这孩子的肛门受到了损伤 而且不仅是一群家长吃错了药 而且吃错药的家长全集中在这一个班 不仅都在这一个班 而且都在同一天集中发作 那你要横眉愣眼说 对 我们就生活在一个神奇的时代 生活在一个千年不遇的时代 你大晴天走在马路上被雷劈 比这概率还小的事情 你天天都碰得着 但是你要这么说也行 谁爱信谁就信 接下来说一下孟建柱的事情 因为这也是这两天讨论很多的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红黄蓝教育公司的背景 因为他的大股东孟亮姓孟 孟建柱也姓孟 而且去年年底 孟建柱在海南市查了一所红黄狼幼儿园 于是有网络传闻说 这个孟亮是孟建柱的儿子或者侄子 后来有媒体澄清 说孟亮的父亲叫做孟庆盛是一个商人 而孟建柱本人没有子女 那基本上可以确定 孟亮不是孟建柱的儿子 至于说是不是侄子或者是同一家族的关系呢 现在不确定 反正相关讨论都被屏蔽了 我也看到有人说呀 你们讨论这个事情和性侵儿童有个毛关系呀 对吧 就算红黄蓝公司和孟建柱是有关联的 那能证明性侵儿童这个事情就是真的吗 难道你能证明性侵儿童这个事情是孟建柱知情的吗 其实这个反驳呀 它在逻辑上还是成立的 就是孟建柱和红黄蓝教育公司有没有关系 和性侵儿童这个指控的真假 它确实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但是呢 它和另一个事情有联系 什么联系呢 就是这个案子能不能得到公正的处理 孟建柱如果和这家公司真的有关联的话 那它是前中央政法委书记 它对办案的公安系统能施加很大的影响力 那这个案子能不能得到公正处理 本身就有疑问了 所以孟建柱和红黄蓝案件 它是在这个层面上发生关系 因此我们追问孟建柱和红黄蓝 它背后的联系呢 与虐童案本身还是有关联的 这个追问本身还是有价值的 那又会有人问了 那你说有毛腻就有毛腻呢 你证据在哪呢 现在所有这些说法不都是普通捉影吗 确实啊 在一般情况下 这种反驳也有道理 比如说你说我欠了你的钱 那得你拿出证据来呀 得拿出我签字画押的借条 证明我欠了你的钱 你不是空口无凭的 你不能说让我来证明我没欠你钱 对不对 这叫做谁指控谁举证 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 存在所谓举证责任导致的情况 就是说让被指控人自己出来证明 他没干这个事 比如在这个案例里面提到孟建柱 孟建柱所在的位置 由于他掌握公权力 他有便利条件来湮灭所有证据 指控他的人提出证据 又极容易受到打击报复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孟建柱不能澄清自己 与指控无关 那我们就不能否认 这个嫌疑的存在 也许有人会以为 我明白了 反正有举证责任导致这个说法嘛 那以后我们单位那个领导 我可以随便说 他贪污了几个亿 睡了几个女人 反正我随便怎么说都行 只要你不能证明自己没干这个事 你就有嫌疑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其实也不是 那这就是比较微妙的地方 举证责任倒置 有这个情况 但是呢 他是有条件的 就是他得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再加上一个非常合理的逻辑推论 你才能把举证的责任安置在被指控的那个人身上 比如说孟建柱去年去视察了红黄蓝幼儿园 你说这和他分管的政法工作八杆子打不到一处去啊 对吧 视察幼儿园 那是教育部门的责任 这和你政法委书记有什么关系啊 这是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反常事实 后来呢 有人爆料说 孟建柱你和红黄蓝公司有亲属关系 这个爆料 他能够给刚才讲的这个反常事实 提供一个很合理的解释 你孟建柱又是一个掌握公权力的人 公权私用 后果非常严重 你有能力打击提供证据的人 在这一系列条件之下 举证的责任 至少你得分担一部分 你得证明你和这家公司没关系 只有在这种条件下 我们谈举证责任导致 它才是公平的嘛 再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个意思吧 比如一个病人送到医院里来 一天就死了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而病人呢 他只是得了普通的感冒 他不是致命性的疾病 同时他又没有其他致命性疾病的病史 他不应该去医院打个点滴就死了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逻辑 对吧 因此家属怀疑是医疗事故 对亲人的死亡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医院他有专业知识嘛 他可以给你提供一大堆专业的解释 而家属是医学方面的文盲 信息不对称 你要让家属举证 他肯定拿不出证据来 在这种情况下 基于上面所讲到的显而易见的事实 和合理的逻辑 得让医院自己来证明 他如何是操作规范 没有出医疗事故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举证责任导致 或者说部分的导致 是成立的 第三个例子呢 就是中国短短几年时间里面 器官移植的数量猛增 病人等待移植供体的时间 这个排队期短到只有几个星期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是能够被提供出来的 但是我们又知道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是死要有全失 所以中国人自愿捐献器官的 这个比率很低 而这样的观念沉淀 它又是稳定的 它不会短短几年时间里面 你新华社人民日报出几篇文章 大家观念就有根本性的改变 所以基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和合理的逻辑 有人提出指控 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 地下的人体器官 共体库 而且器官的来源不是资源捐献的 同时呢 中国政府掌握着全部资源 压制它不希望出现的证据 而失去器官的人 它又死亡了 它不可能自己出来作证 所以指控的人很难取得直接的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 举证责任 才需要导致 就是让中共政府自己出来证明 它如何没有干这样的事情 最后总结今天的话题 我们点评了北京朝阳警方 对红黄兰幼儿园案情的通报 主要是分析了两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方面 又进一步解释了举证责任导致这个概念 举证责任导致这个情况虽然存在 但是我还是得强调 它是建立在一系列条件基础上的 不是无条件的 那这样它才是公平的 归根到底呢 无非就还是四个字 常情常理 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